我們正在贏得勝利 我們正在奪回我們的國家 我們怎麼知道的呢 因為現在左派現在發荒了 怎麼知道 因為他們現在正在努力的找作弊的方式 那我們要怎麼樣知道 我們敵人現在的思考模式呢 很簡單 就是看他們是怎麼攻擊我們的 他們在假設各式各樣的東西 來攻擊我們的思想 還有我們的候選人 如果對他們來說 現在大家都是左派的話 其實就沒什麼好擔心的 如果說接下來2024 真的會跟過去11月這個特殊選舉一樣 民主黨會大贏的話 那他們根本就不會理我們 他們也懶得攻擊我們 懶得攻擊川普 他們會把Joe Biden關在自己家的地下室 然後發一堆新聞稿說什麼 MAGA這些人 都好好笑哦 自取其辱 川普支持者沒什麼好怕的 對不對 Bing BING BANG BING BING BANG BI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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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 BANG 如果說他們不緊張的話 他們會知道川普沒什麼好怕的 OK 這個Evil Orange Man 已經被打敗了 如果這位Evil Orange Man 這個希特勒俄士的民調很高的話 然後Sleepy Joe的民調一直往下掉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看到一堆假設的出現 有點像那種在感情上面偷吃被抓到的人 如果說沒什麼證據的話 他們就無所謂啊 你怎麼知道 不要亂指控別人好不好 證據咧 那如果證據一堆的話 人證物證都在那個樣的時候 他們就急了 他們的說法就會是 你不是也有錯嗎 你為什麼不想看你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你有付出什麼東西嗎 我去外面偷吃 還不是因為你的問題 你怎麼不看看自己 還不是因為你不夠溫柔 你不夠像個男人 或是你不是前妻良母 如果你這個樣子做的話 如果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會這麼做嗎 反正就是會出一堆虛假 然後不符合事實的東西 來讓自己脫罪 讓自己感覺好像好過一點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人徹底的慌了 一心只想要推卸責任 還有脫罪而已 現在的民主黨 正在使用各式各樣的謊言 來說 川普在威脅我們的民主 OK It's attacking our democracy 這個就是最好的證明 他們現在都瘋了 都在緊張 今天有各式各樣左派的新聞報導 首先 先從這個前白宮發言人 Jen Sackey 開始吧 And yet the hand-wringing and cocktail party speculation about an alternative to Joe Biden is continuing will continue Guess what Joe Biden isn't perfect No candidate is by the way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at the alternative is here if elected to a second term Donald Trump would prosecute anyone he deems an enemy unleash troops on protesters and essentially unravel the rule of law as we know it and this time he plans to line his administration with people who will actually help him do it but sure Joe Biden is three years older and occasionally trips over things Look there's a lot to be concerned about right now when it comes to a second Trump term the speeches are getting much more disturbing and much more unhinged and we should all hear it that way 如果川普可以當選第二任的話 他會起訴所有 他認為是敵人的人 OK 各位覺不覺得就是左派有一點 特有的讀心術非常厲害 只有他們知道川普在想什麼 只有他們最了解川普 他們永遠都可以 非常清楚地跟先知一樣 知道川普未來的意圖是什麼 而且川普的意圖永遠都是很噁心的 永遠是很邪惡的 當然今天Saki剛剛說的就是 關於這個最近在網路上面爆紅的一個片段 They've done indictments in order to win an election they call it weaponization and the people aren't gonna stand for it but yeah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that allows the next party I mean if somebody if I happen to be president and I see somebody who's doing well and beating me very badly I say go down and indict them mostly that would be you know they would be out of business they'd be out they'd be out of the election 天啊 川普是在說他一定會武器化司法部 他當總統的話一定會很糟糕欸 是這個樣子嗎 當然不是 他這段是敘述他的遭遇 他在敘述的是 民主黨現在在拜登當總統之後 拜登跟他的團隊做的事情 民主黨啟用了司法部 變成了民主黨的黨衛軍 然後川普說 這個樣子的權力太糟糕了 如果有一天共和黨也掌權的話 也有可能對其他的政黨這個樣子 他上面講說 他上去是要改革這一切 以後總統跟黨派 不可以隨便使用司法部 來去做這個樣子的事情 來攻擊自己的政敵 大家都看得到診斷 但是這些跟政府掛鉤的主流媒體做什麼呢 他們把川普這一段剪下來說 你看 川普就是這個樣子想的 他要使用政府的力量 來變成一個獨裁者 所以解決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讓我當獨裁者 讓我 OK Joe Biden當獨裁者 讓Joe Biden來消滅政敵 消滅共和黨 消滅所有反對的聲音 只要我們消滅了川普跟他的支持者 我們就可以徹底獨裁了 川普就不可能獨裁了 你們這些人民很笨 你連這個都相信 還不如把權力交給我 我幫你們做決定就好啦 你的未來 我來顧 你們應該要為了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而犧牲 而奉獻 這個是你們當人民的義務 守護我的政權 你們才可以得到自由跟民主 當然只有已經喪失所有公信力的 MSNBC還有Jane Saki 說一點用都沒有 我們還需要好萊塢跟娛樂節目的談話性節目 一起來推進才可以 以下是美國最強的巴婆團體 The View的片段 他支持者會不會看到 他在他身旁邊轉向他人嗎 如果你敢對他 甚至這麼多 他會把握士幫你 他們要説他要説 他們不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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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是 他們不看的 他們不看的 他們應該得到 他們不是 他們對這個 責任主要 他們認為 他們對走 他們失敗 他們說 我們應該要聽 他已經說 如果川普來攻擊我的話該怎麼辦 如果川普封殺我的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 Joey Behar活在什麼樣的世界 川普怎麼可能會動用司法部來攻擊Joey Behar 為什麼川普會離神經病 川普有起訴希拉蕊嗎 川普在任的時候有起訴任何人嗎 而且目前亨特拜登歐巴馬希拉蕊 包括Lindsey Graham Mitch McConnell Kevin McCarthy 做的事情 不該被檢查嗎 不該被檢調嗎 不該被起訴嗎 民主黨的法官檢察官 在沒有任何實質證據的情況下 四次的起訴川普 在各個不同的層級 州政府也起訴 聯邦政府也起訴川普 如果這些訴訟案都不成立的話 那這些起訴他的檢察官 不該被彈劾嗎 當然他們的說法不只是這個樣子 他們說 川普不只會起訴 The View上面五個神經病 還會起訴所有的人 只要立場跟川普不同的 就會遭到川普使用司法部的攻擊 如果有人抗議的話 就會下令 美軍出動來鎮壓抗議人士 徹底的推翻我們所認知的法制 這些是堅沙奇說的 是Joy Behar說的 川普會來抓我 而且還會怎樣 還會帶來集中 對爆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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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到 优优优独播剧场—— 这些说法到底从哪里来的? 对他们来说,我们是一群神经病 川普的支持者,Mega的支持者 是一群脑子有问题的神经病 这个其实在2016年川普赢得初选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川普是神经病,他是个电视明星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脑子有问题的人才会去支持川普 我当时也被这样的东西影响 我2016的时候我就没有投票 因为我不知道投给谁 当时我还在服装的产业 我还没有信主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只知道我身边的人都很讨厌川普 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们讨厌共和党 为什么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投给谁 我只知道我不想投给希拉蕊 现在他们一天到晚指控我们是神经病 一天到晚说我们是阴谋论 但是现在是谁在说集中营 现在是谁在说要把反对的声音关起来 2018年、2019年的时候 起开了一系列不合理的东西 还记得当时他们说南方边境 那些非法移民管理的地方是纳粹的集中营吗 里面的那些人不用工作 有吃的有喝的 小孩还可以上学 整个我觉得最夸张的地方就是 他们所有指控川普上台会做的事情 都是他们自己掌权之后做的事情 还有所有的政策 武力化DOJ司法部启动联邦跟州政府的检察官 用莫须有的罪名随便起诉政敌 仔细想想看 连纽约市长 Eric Adam都被检查了 都被调查了 而且川普他被联邦起诉了四次重罪 等于说就是川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罪犯 因为他被起诉了四次 他比Al Capone 比John Derringer 比Bonnie & Clyde都还要可怕 这是他们要我们看到川普的样子 Eric Adam这边也是一样 只因为他对于Joe Biden的边境问题 出了一点声音 批评了一下他的领导 还有川普的支持者 只因为在网络上面发一些 搞笑的Joe Biden的图片 就被起诉 被逮捕 我们还记得就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嘲笑 中国禁止这个小熊维尼吗 只因为有人说习近平长得像小熊维尼 现在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 然后就是为了民主跟自由 他们常常在上面讲说 川普崇拜习近平 川普想要变得跟习近平一样的独裁者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 其实就跟习近平一模一样 一个压迫新闻自由的政权 一个创造跟俄罗斯的Pravda 一样的真理部的政权 中国大陆叫做新华社 在上一个选举的时候 管控新闻自由 跟社交媒体公司合作 封锁Hunter Biden 吸毒 嫖妓 非法持有枪支 贪污 还有帮助外国的政权 在美国政府里面当间谍 只为了要帮助民主党的选举 同一个政党 在这边跟我们说 川普会促成法西斯主义的军国主义 会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川普会变成敌基督 世界的独裁者 我们的敌人是一个accuser 一个控告者 指控人 他们会假装的很华丽 假装的很良善 假装的很美好 但是诗篇37章20节 上面说 恶人却要灭亡 耶和华的仇敌 要像羔羊的纸油 或者是草地的华美 他们要消灭 如烟消灭 仇敌会像羔羊的纸油 或者像其他翻译 就是草地的华美 就像共产主义一样 好像一个无私的 完美的 平等的 自由的世界 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满足 永远都只要偷窃 杀害 毁坏 但是却戴着一个和平的面具 良善的面具 很多华人在美国做同样的事情 中国人逃离了中国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 跑到了美国 却来提倡共产主义 我们来看一下 好, nice 你从哪里 我从中国 中国 你? 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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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从中国 为什么你住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中国在我最后 中国在我最后 中国在我最后 为什么你推荐 因为中国不是共产主义 我不知道 中国不是共产主义 我认为中国是 那是什么他们说的 没有,那是什么他们说的 那是实力 中国是共产主义 我认为实力是共产主义 没有,你从所有共产主义 是的,我们可以 是的,我们可以 这是公共空间 这是公共空间 我可以拍摄 我认为 你不能拍摄别人 我可以 我在公共空间 我可以拍摄别人 我可以拍摄别人 现在很多的人过得很无奈 很多人觉得治安不好 生活压力大 通货膨胀 道德沦丧 男女都分不清楚 现在有机会来翻转这个模式 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 停止投票给左派 停止投票给大政府 不要再想要有免费的东西 不要再想要有免费的福利 不要认为这个世界上 有任何东西是应该的 简单说就是 不要当一个受害者 敌人欺骗我们的方式 很好试破 人为什么会被欺骗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自己在骗自己 告诉我们自己说 这次会不一样 就跟刚刚里面 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女人 女孩说的一样 中国共产党很烂 所以我要在美国建立 美国的共产党 以为会有什么不一样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